有台灣最萌男友之稱的藝人劉以豪 24號晚間出席 平價時尚品牌旗艦店的開幕活動 頂著180公分的身高 穿著西裝率度爆表 一單場就成為全場的焦點 就連在他身後的優感林佑佳都自嘆不如 然後其實我今天來之前 我本來是想要誇下豪宇說 最適合穿H&M男裝的人就是我了 可是因為剛剛看到劉以豪 然後我就想說不要講這句話好了 近期劉以豪和宋芸華 合作致敬張宇生的青春熱血電影 《帶我去月球》 兩人卻意外爆出了飛聞 不只傳出兩人在片場互動曖昧 關係好到會一起吃飯 早前宋芸華在臉書上 曬出了一張公仔的禮物 據傳也是劉以豪送的 對此他表示 曖昧沒有傳聞 哎呦 哎呦 真的沒有 就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其實 他收到那隻公仔 其實是我也在場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剛好在聯訪的時候 那個電影戲院 他們送給他的一個公仔 所以我看到那新聞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那真的不是我送的 不過宋芸華身邊 早有正牌男友 被問到傳出飛聞 會不會感到不好意思呢 不是我送的 為什麼不要不好意思 沒有我只是覺得如果送的話 也要送其他的東西吧 對啊 對啊